我不算太穷 扶贫我吧 还家伙 第一次见到有人说他不算太穷的 让我看看 这不算太穷的 到底是多穷 只有两件六甲 板子就一块 虽然有精致没空 但是没配件 不想打击你 其实你这已经算了 很穷了 我随便从点赞的人当中抽一个 信不信都比你肥 精致没空没配件 所以第一把直接用改进的攀子 那口等下直接抢就行了 这个复活点 离豪宅右边地铁口不算特别远 开局直接奔过去就行了 一般这个地方再蹲人了 搬起摇了 这把没 算了 那就去豪宅看看 磨叼 打 打散 很惨 超级惨 宇宙无敌惨 这个死刀 这么扛走 他就从左边上来了 上 好家伙 喷了好多枪了 还行 冒得粉光 nice 要把改妹就不光 然后到地铁口的时候 把咋的凶一下 不然容易被老六吓出心臊病 有在这个地方被阴过的经历 点个三 我看看有多少 这把安全 直接去开箱 一般我都会先开二楼的文件柜 万一有黑卡 又能多赚几十W 啊 是不疯 第二个粉光 这第三个 应该要出金了 但我没说 小伙子里出了蓝图 直接存起来 这样子弹全就够了 不仅有脚步 赶紧打一下狗子 它好像又过来了 那你就厕所里打地坡 离时不远啦 妈 两球还没死 走着 啊 这颜色 劲儿好看 nice 有精致的魅口 还有一堆变卖物 八丢 又出了一根鸡 嗨 家伙 这不然血状呢 穿着这会肥 赶紧把黑门开了 舍不定能出大把砖 第一个材料是吧 不忘还有机会 一斤 一蓝 一黑 40万左右 还行 大家要是玩四排的时候啊 建议先开一楼的箱子 感觉出金率很高 这所以俩房间都出金了 小房间的又来一根 八 又是俩蓝 嗨 家伙 他的号还挺嗷嗷的嘛 咦 就是什么玩意儿 研究日记 好像是新出的别买卧 第十五 我看有了 看了二十多页而已 咦 楼顶的竟然还没被开 过去开完就可以回去了 nice啊 又三十多w 刀扫 最后集装箱上面的这个箱子 开着贼吓人 总感觉有老六在顶着吻 确实是被六怕的 唉 就一个探测器 行了 撤 这把赚了417万 现在他的存款也是达到了440w 好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祝你